啊,现在天亮了,雨也停了 还是,现在收拾一下 还是有些问题的 这个不知道是哪里的枝条段 吹到这里来了 这个三个木啊 老枝叶啊 不知道哪个地方 没办法,找不到 这些都吹的 还是会有多少问题 但是,总体大问题呢,应该没什么 哇,断了好多枝 这些都断了 损失惨重 这些都能养回来 这边呢,就是吹倒了 吹倒没问题 浮起来就可以了 还是 在自己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那里有压断一点点枝条 还好全部摆到一起了 这边的都没太大问题 还能接受 就是,很多三个木的叶子 那些芽呢,吹断了 像刚才那个芽那么老了 就不知道哪里呢 断了就是 又得养多一年 没办法 我把它摆到一起了 像这个 这么大 这么粗的枝 这个也吹得不成样子 不过还好 总体 不算有大问题 雨过前庭 唉 相扶一扶起来 等 那中午 或者明天再给它慢慢搞了 现在还是会下雨 马上又下雨了 这里 这个 好了,这房间了 没事 这些叶子全部吹掉了 没了,没了 这个地方的风最厉害 那三个木全部吹到没叶了 这个角落最厉害 这边都没啥事 在这里都没事 在这里的 这花都没吹掉 这边呢 一丝一丝一花 没多久了 我就摆了几个桶 装了水 在这里挡风 这边的 这些赶松的叶子 也吹断了很多 这些都是 这盆还积水 这三个木都吹到没叶了 这三个木都吹到没叶了 好厉害 这边就没太多问题 那边那个树 墙木吹到没叶了 好多人在那边 掀柴了 好多人在那边掀柴了 好多人在那边掀柴了 我们下期再见